98、99、21、28, 完成 你休息一下吧 大王, 這麼勉強做運動? 對, 蘇教練 大家好, 蘇教練 因為每天我都給自己一個功課 跳一百下, 跳完之後, 安心一點 有恆上的運動是好 不過每個人的體能都不一樣 所以做運動的時候, 都要兩力而為 那也對, 有些長者的運動能力 未必真的這麼高 但又想提升心肺功能, 應該怎麼做呢? 大量運動可以提升心肺功能 可以強化長者的心肌收縮力 以及肺的攝氧量 可以提升身體的免疫力 如果有恆常的大量運動的話 可以令我們的血管彈性增加 可以減低心血管疾病的病發率 而我們在運動的過程中 會增加血液循環 會提高關節的靈活性 所以大量運動對我們身心健康 非常有幫助 今天我帶了一些簡單的大量運動 教大家 這次要用什麼道具? 我們今天需要一條毛巾 這條毛巾的作用 可以穩定我們的位置 對, 我們做的時候更能幫助我們 好, 第一個 第一個動作是怎樣? 第一個動作是原地踏步 肩上推舉 首先, 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接著拍攝 1、2、3、4 準備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準備舉手了 好, 1、2、3、4 2、2、3、4 繼續做 對, 我們做的時間上 希望做到40秒至1分鐘 我看見你很有節奏 但我有時根本不想左右右 又不想上去下 怎麼樣? 其實… 對, 出現什麼問題? 過程中, 最初做的時候 就要先把腳踏步 對, 接著, 這樣做好之後 才舉手 如果手舉得不夠高的話 就不要舉得那麼高 可以低一點也行 這樣配合自己的腳的回報 對, 如果腳還沒回報 就舉了上去 你會覺得節拍不協調 對, 這樣也可以的 蘇教練, 這個動作會有什麼好處? 因為我們會動到肩膀的關節 還有下肢的寬關節、膝關節 會加速血液循環 下肢的位置 我們的寬關節和膝關節 都會動動, 會提腿 所以會提升關節的活動性 要做多久? 是嗎? 都是40秒至1分鐘 對 我想請教一下蘇教練 是否由現在開始這個動作 要一連串地做下去? 對, 不停 就是不停的? 對, 不停的 好, 下一個動作 好, 我們做一個前臉部推胸 首先做一隻腳 腳踏碰地 有腳, 然後有腳回報 然後到左腳, 交替步去做 好, 來吧, 我們先交替步 先交替步, 雙腳做好之後 當雙腳推出去的時候 我們一隻手要跟出, 好, 出 對, 推胸 對, 我們的毛巾可以向上一點推 如果現在下肢訓練到這些關節 對, 現在這樣舉起筋的話 上身訓練到哪些關節? 推上去, 推上去的過程中 我們會做到上胸、肩膀 以及背派肉, 對 在這裡發滾嗎? 對, 不僅發滾 我們的心跳還會加速 這些這麼簡單的運動 都會加速心跳嗎? 對, 或是待會我們繼續做的時候 還會流汗 這個要做多久? 這個我們做40秒至1分鐘 40秒至1分鐘, 當作1分鐘 對 好 好, 繼續, 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 我們會做一個提膝下壓, 好嗎? 好, 接著我們先叉腰, 好嗎? 看看自己提膝可以提到多高 好, 試試吧 對, 我們踏步了, 提膝踏步 這個… 地上的腳是一定要伸直的 是不是? 膝蓋不要鎖, 膝蓋不要鎖, 不要鎖膝蓋 膝蓋放鬆一點就可以了 好 好, 好了 大腿不要那麼多, 怎麼辦? 對, 如果你的抬腿不可以這麼高 如果你的抬腿不可以低一點都可以 對 總之有離地應該可以了 對 基本的 對, 而且我們要重心轉移 好嗎? 所以要記得要小心 周圍的環境要安全 先試一下 對, 準備好了嗎? 完成 好, 完成了 然後我們的手就會在前面 好, 提膝的時候就下壓 我們不如一起試試 下壓嗎? 對, 我們先用右腳抬起 好嗎? 右腳抬起 對, 如果我們數了折拍的話 就會是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那要不要鎖膝蓋高嗎? 對, 暫時不用鎖膝蓋 如果你能力依然覺得好像很輕鬆 我們可以加阻力 再鎖膝蓋高的話就會更加辛苦 又反過來 對, 我搭了… 不是, 我能鎖膝蓋上來 所以我們抬起腳的時候 我們就要舉起來了, 是嗎? 都教好了嗎? 但是這個動作壓下去這一下 要不要很用力 不用的, 我們就這樣就可以了 碰一下就行了 對, 碰一下就行了 假設剛才大王說 我的腳抬得不夠高 是的 這樣我們其實腳抬一點點 我們的手也是這樣碰一下就行了 對, 手可以下來的, 是嗎? 碰我們的大腿 上一點的位置都可以的 不用碰出頭高的 好 動作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動作, 因為是做大樣 會令你有沒有覺得 心跳現在加速了? 是的 對, 說得很瘋氣 還有一點熱 還有這個動作的幅度比較大 對, 如果你的能力不錯 舉高手下降的話 就會辛苦很多了 好 下一個動作 好 下一個動作 我們要做一個提膝撐船 跟剛才那個動作一樣 我們先把毛巾接上去 是 接著雙手, 手背向天 手背向天 兩隻手都是手背向天 可以了, 嘗試提膝 看回自己的能力 又提膝? 對, 又是提膝 是 做大樣運動, 不可以停 好了, 可以之後 右腳提的時候, 轉向右邊 這個平衡力很多 對, 左腳提的時候, 轉向左邊 是 對, 我們也會數摺拍 例如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這樣可以做的 太有樣了 左兩側有點拉扯, 怎麼辦 對, 我們這個動作 我們會做到腹外內斜肌 還有我們要提膝 我們的臀部也會拉扯 太有樣了 有時候我轉得左就起右腳 轉得右就起左腳, 這樣輪轉了 所以你要重新重整 在這裡, 雙腿固定了 固定了 嘗試抬腳, 這樣轉 對, 轉這邊 自己也可以數摺拍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對, 所以摺拍就很重要 在做大樣運動裡面 真的, 吸氣 吸氣, 對 身體會有點熱, 也會流汗 而且要注意的事項 就是要量力而為 對, 如果心跳加速得很重要 而且會上氣不接下氣的話 打頭 對, 就要把強度放低 剛才是強度的嗎? 對, 剛才已經到了中等強度的訓練 因為感覺如何呢? 我們會喘氣, 一點點喘氣 而且我們覺得熱, 流汗 而且我們覺得心跳好像有點加速跳動 就已經達到我們打氧運動的目的 好, 下一個 好, 下一個動作就是做側點步 好, 來吧 我們先站好 對, 我們嘗試擦腰, 好嗎? 好 擦腰, 我們先嘗試動作, 好嗎? 好 好, 我們腳趾弓向, 出去點步 右腳先點, 對 好, 然後回腳 交替步, 左腳出 對, 嘗試左邊, 對 數一下摺拍, 好嗎? 好, 一, 二, 三, 四 好, 這樣可以了, 對吧? 好, 然後我們連毛巾一起 我們做一個前平舉的上肢 好, 準備了 我們腳點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手就會舉起, 好嗎? 是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就是這樣 有加強嗎? 加強板, 也是 我們舉高我們的手 我們幅度大一點的話 我們需要我們的體能就會越多 是的 燃燒的脂肪就會多一點, 對吧? 蘇教練 是 有幫助你哪個關節呢? 我們可以動動我們的肩膀 是 動動我們的寬關節 還有我們的肩膀也要穩定 是 蘇教練, 但我覺得背部好像用多了力 背部會不會有幫助呢? 應該沒什麼等力 對, 沒什麼 主要是核心肌群, 穩定就可以了 做到現在我發覺 剛才那幾個動作做起來有點吃力 做到現在, 順了很多 是嗎? 為什麼呢? 之前的動作是強度比這個 是嗎? 對, 沒錯 我特地把這個動作放在這個位置 讓我們可以把強度降低一點 然後下一個動作就會更強一點 好, 教練表演 對 好, 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對, 下一個動作就會做一個側抬腿 跟這個動作一樣, 但強度又增加了 你就不會那麼舒服了 好 好, 來吧 我們先把右腳, 右腳先, 好嗎? 好, 右腳, 現在就抬起 不如先插腰, 好嗎? 好, 插腰 插腰感覺一下 穩定一點 準備 因為我們要單腳站立, 好嗎? 試一下吧 是 對, 到這邊了 是 我們也要數字拍了 是 例如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好嗎? 好了, 可以了 然後我們… 剛才也是, 如果舉得不夠高的話 少許都可以了 離地就可以了 對, 沒錯 是你了, 準備了 先把手放下 對了, 我們雙腳一抬出去的時候 我們雙手就舉起, 好嗎? 準備了 好, 準備 好, 我們數字拍了 好 好, 準備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對, 三、二、三、四 就是這樣 如果有人站得不成功, 擺著擺著就行嗎? 對, 因為這個強度也非常高 我們需要核心肌群的要求也有多 即是如果擺著就不要太高了 對, 而且因為單腳站立 我們的平衡性 以及我們的寬關節、膝關節的協調性 都要求高 所以老師… 需要兩力而為 如果這個動作對老人家來說 太難、太快 是不是也可以慢慢做? 對, 剛才… 所以你舉的時候就看看自己 可以細細步, 這樣做了 假設你做了一段時間 覺得輕鬆 有寬關節或柔軟度高了 你就可以抬高一點 好, 下一個動作 對, 好, 下一個動作 我們就是提膝毛巾在大腿下 膠膠毛巾 好 好, 準備了 我們先試一下提膝 剛才試過的 叉腰 叉腰, 先試一下提膝 可否提到這麼高? 對, 我們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提不到呢? 對, 提不到在這個位置 還可以, 稍後我會說過 都是強調離地就行了 離地就行了 我們先做剛才正常的動作 好嗎?提膝高一點 好, 接著呢? 好, 接著 你, 右手握著毛巾, 好嗎? 舉起右腳 交了毛巾給左手 然後下來 對, 左手交給右手 好, 數字拍了 好,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就是這樣 三、二、三、四 剛才大王說 假設我們腳抬不起來 怎麼辦? 對 我們可以在大腿上加毛巾 我們就在這裡加毛巾 加毛巾, 還可以的 在大腿上加毛巾 對 練到下次可以慢慢進步 對, 沒錯 好, 整套運動 請教叔叔, 是否要全部一次過 不停地做了那麼多顏色是最好的 對, 因為我們做大腿運動 需要一個連續性和柔節拍 要長一點時間去做 剛才的動作, 每一個動作做多久? 我們可以做一分鐘 當然, 看回自己的能力 如果譬如長者覺得 我做了三分鐘, 覺得很辛苦 是 喘氣了 休息一休息 可以休息一休息 然後再做 我們還可以間歇性去做 每一個動作都可以 加一件事都可以 對, 譬如三分鐘或五分鐘 然後做完休息一會 再做五分鐘都可以 謝謝蘇教練 提醒大家 做任何運動都要 量力而為